他曾经是丛林法则里的嘚瑟少年 Move it 他怎么摆动画面啊 他是被虫子下哭的三岁高 一年前一个男孩离去的背影 一年后一个重新出发的选择 我不要喜欢冒险 我去任何地方 去看一些别人看不掉的东西 经历别人没有经历过我 他经历了什么 他准备好了吗 和我一起来冒险 我在祖宁等着你 期待黄子涛